我要分享的就是说 我回来做进口 其实是 然后现在扩松到大陆 跟我前面的事业 它的格局 经济的领域差很大 但是我个人的 生命的理想的价值观 那个是无限的价值 就放大了 我举个例子 等于我从1970年 我看大二的时候 我看的传记 一直到现在2012年 等于我的42年的研究 都在我这十本书 有一个舞台 让我的理想跟价值 还有我现在代理的 这个PTP特质 还有我现在所做的生命教练 跟我这42年 一直持续没有放弃的 古今宗外的人物 他们怎么运用他的优点 他怎么样去克服 他所有生命的挑战 他怎么成为不朽的人物 那有些是不朽的人物 有些是名人 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所有学这个系统的人 他就不管自己生命有挫折 或者是金钱不理想 或者是自己的天赋的舞台 生涯有卡到 他就会有更长城的 以来看自己 不会很容易放弃或气馁 那我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我做这个行业 我起起伏伏 我42年的爱好 梦想天赋 我从不放弃 至少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放弃 我个人的著作 等于是把我的 42年的这个 passion 我的梦想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42年的学问 学问就是这不起 我去电影研究所要学的外交 我就希望中美关系 包括我们台湾都能够和平 我个人的理想 因为我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我1949年到了台湾 隔三个月我就出生了 所以我在胎儿里面 就知道这个战争 我不晓得我的直觉吧 我就希望一定要和平 不希望打仗 打仗都是家破人丸 另外呢 我从小就喜欢去 我在练大学的时候 我就希望去留学 能够读万卷书 行万领路 然后能够跟我练传记一样 古今中外 能够了解西方 和全世界五大洲的文化 比我们落后 比我们贫穷的国家 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另外呢 我居然结婚 我的另外一半也是西方人 西方人 那我以前练书的时候 了解这个西方人 在留美的时候 跟我在做事业 16年了解的西方人 跟现在是在我的世界上 私人与我的另外一半 那他又是 我们在事业上 又一起共事 我们的界限 每一块 游戏规则都蛮清楚 所以至少到现在 我们结婚了20年 是婚姻方面 也是倒吃甘蔗 越来越美满 那当然这个也是经过 我这12年的生命教练的修炼 包括我PTP 我自己可以检验 我在做太太的压力 还有我在做事业的压力 我在金钱的压力 还有我在理想的压力 像我现阶段 我又要面临转型 就自我身份认同的压力 那我的另外一半 他很了解我 他非常支持我 他又是我的海绵 就是我每次有挫败的时候 我会跟他非常躺怒的分享 所以他就了解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了解我内心的挫败在哪里 他也非常支持我 所以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力量 来想还有一个成功 但是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